凡震东轻松夺冠 刘诗文 再度加面中国军团 包揽卡塔尔公开赛冠军啥也不多说 上来先贴本次卡塔尔公开赛 中国军团的斩获 U21女单冠军 张瑞U21女单亚军 乘客U21男单冠军 薛飞女双冠军 王曼玉成和女双亚军 陈姓 同孙明沙男双冠军 许心凡震东女单冠军 刘诗文女单亚军 王曼玉男单冠军 凡震东首先 恭喜2018年国际拼联首个白金赛事 中国军团满载而归 抱别有情有义 有起有落到2017年 苟年 国拼绕更旺哦 本次公开赛 其实最具话题性的角色 当属刘诗文 曾经的世界第一 在国际拼联变更规格之后失去种子身份 卡塔尔公开赛遭遇从资格赛打起 惯例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刘只抽世界冠军诗文的神奇千蜜 死亡赛程 小组赛4比0展露舞阳 第二场4比1胜林业 新加坡 人籍湖南晋级 正赛第一轮4比2胜朱宇林 新科世界第一落马 第二轮4比3陈姓彤 这同样是国兵女队 仍然升起的一颗新星 当前世界排名第9 0 1 2 3 从刘诗文与对手的比分之中 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赛程 对于刘诗文来说 并非没有负担 好在 艰难的前半程自此结束 之后无论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左腾同 还是半决赛对战时穿加纯 刘诗文都是以4比1拿下 可以说 这是他决赛之前的难得休息 决赛的对手是王曼玉 无论是从成绩上看 还是从去年到现在出战国际大赛的机会来看 王曼玉都是陈梦朱宇林之后 国兵女队培养的核心 本次卡塔尔公开赛 王曼玉搭档陈和圣陈信同孙明杀拿下冠军 而在女单决赛投两局 也能看得出这位小将的进攻性 然而 刘诗文仍然连续四局翻盘拿下 事实证明 刘诗文就是刘诗文 早女王就是早女王 即便